七八四年新年的启示 如果我今天的信息要讲的 叫做经历再次的复活 我们经历再次的复活 所以跟你旁边来说再一次 再一次 你就再一次有很大的意义 再一次 就是不管你过去如何 神给你再一次的机会 阿们 所以我不记得我是五七八二年 还是五七八三年 我有提过死里复活 那一次的复活应该是五七八三年 我那一次领受的死里复活 指的是神所连结的关系 然后还有神所给你的事工意向跟应许 然后神让他复活 这样听懂 所以五七八三年 牧师领受的这个死里复活 指的是神所连结的关系 神所给你的事工意向应许的复活 然后这一次五七八四年 圣灵再次跟我说死里复活 可是这一次的死里复活 不是关系意向梦想 还有应许的复活 这一次的复活 是要教导主的百姓 也就是教会 进入这个基督 在我的里面活出来的时机 阿们 还有死里复活 从来不是你自己可以叫你自己活过来 阿们 死里复活一定不是你自己可以叫你自己活过来 复活需要是神来叫你从死里复活 阿们 所以我们最熟悉的是罗马书八章的十一节 也就是 那在 话吞进去 八章的十一节 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 因为他住在你的里面 所以能够叫你这必死的身体活过来 阿们 所以死里复活从来不是你自己可以做的 死里复活一定是倚靠神的圣灵叫你从死里复活 阿们 然后这一个圣灵 他如今也在你跟我的身上 所以叫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可以活过来 阿们 然后复活是需要被证明的 阿们 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有四十天的时间 在地上行走来证明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死里复活一定不会是偷偷的暗暗的 所以一定会在众人的面前成为明证的 阿们 还有上一次Dr.Renny来 他有讲说耶稣基督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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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í 在 在 在 使徒行传的一章 是吗 我看一下 一章三节 你们Dr.Renny来的时候我们都在吧 好像只有牧师在也一样 他有没有提到这个 他提到 来 来 好 第二节 是吗 直到他借着圣灵 吩咐所拣选的使徒 以后干嘛 被接上身的日子 为什么Dr. Rennie要在那里 特别强调 他是被提 他被接上身 他那时候有特别的强调 你是否看见 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这中间的奥秘了吗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 我在荣耀会幕 我有一直不断的提的一件事情 然后跟Mindy在分享她的信息的时候 我也一直不断的跟她提的一件事 我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 他的生命跟你跟我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不是人 他不是血肉而生的 他乃是圣灵感育 乃是神的大能 复辟玛利亚 然后他生了 是吗 圣经上面讲的 圣灵的大能 神的大能 遮盖了玛利亚 然后他生了 不是他生了 他受孕了 阿们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是什么 是不死的生命 是吗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 是神的生命 是永远的生命 是不死的 然后如果你在旧约看见 神的使者下来的时候 他是不是自己又上去了 是不是 是不是 神的使者就是 神他自己下来 他一定可以自己上去 可是耶稣基督 道成了肉身 他就不能够自己上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百分之百 完全的人 你这样懂了吗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 耶稣不是百分之百完全的人 他是灵在世上行走 你就知道这一定是错误的教导 所以他是完全的人 所以他不能够像神一样的 自己就回到天上去 然后在十字架上 他又将他自己全然的到空 这样听懂了吗 在十字架上 他将他这个生命 所以耶稣自己这个是不死的生命 所以他要将他的生命 交在他父的手中 所以记得牧师 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我有一次分享的时候说 我拒绝将我 我时候没有到 我拒绝将我的生命交出去 因为在我的里面 现在是耶稣基督 复活的生命 阿们 我们都不是这么的兴奋 因为我看见 那是在我的里面 是复活的 耶稣基督 复活的生命 所以就像耶稣基督 也要将他的生命 交给父 所以他不是别人 可以来取走他的性命 阿们 所以跟你旁边的说 I shall not die 阿们 我不会死亡 阿们 我一定会按着神 所给我的呼召 跟命定的时候满足 阿们 这个是很重要的看见 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全然又再一次的 倒空他自己 我昨天讲了 他在克西玛尼远 他不是害怕死亡 他不是因为要面对死亡 所以他在这里有挣扎 他乃是因为 他就算这一个一瞬间的 要跟他的父分离 他都不愿意 可是他仍旧将 这一个 他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他的will 他的 他的意 他自己的心意 然后也全然的交托 所以 他将他的 他的will 交托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 这个成为人的 所有的一切 又再一次的被剥夺了 当他全然舍弃的时候 所以神又要再一次 叫他从死里复活 阿们 所以我们要经历 这个死里复活 有许多的东西 必须是舍了 阿们 好 但是这个不是我要讲的 这是一开始的 好 好 再来 我们要来看一下 死里复活 大家猜一下 在一本圣经的 在圣经里面 有一本书 他是将基督徒 整个生命的凌晨 就是 不是那个凌晨 是 你的spiritual journal 写的很完整 的是哪一本书 这是我今天要带弟兄姐妹 进来的看的 学习的 猜一下 在我们教会 大家不敢随便乱猜 因为觉得会讲错 对吗 哪一本书 雅歌 因为Mindy 我之前有讲了 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因为其实整本圣经里面 我最不喜欢的是雅歌 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 怎么会把这本书 放在里面 可是后来我发现 在这里面 有多隐藏的智慧 跟奥秘在里面 阿们 因为他在教导 我们基督徒的 整个的生命 的长大成熟 你一定会觉得说 有吗 我带弟兄姐妹 进来看 你将会 惊讶于 神原来 把这本书 放在这里面 的目的在这里 因为这本书 你将会 看见 如何从死里 来经历 这个复活的大能 基督徒的生命 会经历 总共 如果连 包括肉体的死亡 能够经历 三次的死 是吗 是吗 是不是 我们是会经历 三次的死亡 好 第一次的死 跟你旁边的说 是从基督的复活开始 好 所以第一次的死亡 是从基督的复活开始 第一次的死 是从基督的复活开始 所以我们受洗 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好 圣经最常被讲的 罗马书六章三到九节 罗马书六章三到九节 这里 大家都知道的 OK 好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 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 他的死吗 所以这是我们经历的第一个死 是从耶稣基督的复活开始 好 我们看下面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 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看见了这里吗 所以我们是从基督的复活开始 所以我们一举一动 都有什么 新生的样式 所以第一次的死 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好 所以我们继续的读下来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 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 和他同定十字架 是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好 第七节 因为已死的人 是脱离了罪 所以当我们受洗 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第一个你要看见的是什么 你的罪得赦免 阿们 所以你已经脱离了罪 好 再来 第八节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被信与他同活 第九节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也不再做他的主了 阿们 所以我们不仅知道 我们的罪得赦免 我们回去要看 以佛所书的第一章 所以在那里 你就能够知道 因着耶稣基督 你不仅罪得赦免 你更称为 永生神的儿子 然后在这个儿子的身份 的认知的下面 我们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这个所谓的教会 然后这个教会 就是被预备的心腹 要带到主的面前 成为他的帮助者 我觉得不是人 而是神的神的神 所以我觉得在 我昨天有特别提到 教会不是只是一群 被分别的人聚在一起 当然 可是最重要的教会 其实是 永生神的儿子们 聚在一起 阿们 要去看见 是永生神的儿子们 聚在一起的地方 所以道成肉身的 耶稣基督 一定在我们的当中 因为 耶稣基督 要将父 传扬 他在他的弟兄们的当中 好 然后我们形成了 这个教会 成为这个心腹 然后为了 要跟耶稣基督 进入这个合一的里面 然后去生养 具有神形象 样式的儿子们 更重要的是 具有 耶稣基督 复活生命的儿子们 阿们 所以当你受洗 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基督就开始 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来成行 所以这是一段时间的成行 然后在这个时间的成行的里面 用现在的话说 你就从那个粉丝 然后进入到什么 跟随嘛 是吗 我们是不是有那个 Twitter 就从Fan 然后变成了什么 Follower 那Follower就是什么 哇 现在这个教会有神迹 可以看 这个教会有特别的 什么信息可以听 还有就是在那里 有没有什么好处 在这个教会有 很好吃的饭 这就是从粉丝 进入到这个跟随者 然后呢 就会开始进入到 成为主的什么 门徒了 And you become disciples of the Lord 阿们 在这个 不 从这个 跟随者 要进入信徒 对不起 So from followers to disciples 不是 信徒应该是believers believers from followers to believers 就是信徒的意思 就是什么 What's the meaning of believers 我有我自己的企图心 I have my own agenda 我有自己想要做的 What I wanted to do 我进到教会 I enter into church 我要站到那个高位 因为我希望被看见 I want to stand in a high place because I want to be seen 你这样明白吗 You understand 信徒有很多 自己的想法 我要为主来做大事 I want to do great things for God 我们应该这样做 应该那样做 We should do this We should do that 我们有许多 自己的热心 We have a lot of our own zealous 然后偏偏在 自己的生命的里面 就是励志行善 游得我 行出来都游不得我 But in our life It's like Oh what I want to do I don't do But what I don't want to do I keep doing 我想要全心跟随 可是每一次 有什么calling 那个后面 世界在叫我的时候 我就回头去了 I want to follow God wholeheartedly But every time when the world was calling me I just turned 但是后来 会进入到 所谓的门徒 就是你渴望 进入跟主 个人的 这个关系的里面 你愿意将你自己 分别出来 然后这是你自己 跟神进入 这个合一的 关系的里面 Amen 所以我们来看 雅各了 好 这个现在就 进入到雅各 所以当然要从 第几章开始 从第一章开始 所以在这里 从一开始 这是一个主的门徒 牧师要讲 门徒不是信徒 不是believer 因为门徒 他愿意 分别他自己 出来 然后他愿意 跟神 跟主 去建立 这个个人的 关系 Amen 我们来看 雅各的 第一章的 一到四节 所罗门的歌 是歌中的雅各 好 再来 愿他用口 与我亲嘴 因你的爱情 比酒更美 你看见了吗 在这里 就是这个 这个主的门徒 开始进入到 这个愿意 跟主 进入这个 分别 跟合一的 关系的里面 所以他开始 里面有这样的 渴望 愿主你用口 来与我亲嘴 因为你的爱情 比酒更美 然后第三节 你的高油 新香 你的名 如同 倒出来的香膏 所以众 同女 都爱你 所以第四节 约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 跟随你 王带我 进了内室 我们必因你 欢喜快乐 我们要称赞 你的爱情 甚至称赞 美酒 他们爱你是 理所当然的 所以进入 这个门徒的开始 这个渴慕 就是我们最常唱的 就是愿你吸引我 我们就快跑 来跟随你 然后这里 他已经进入 不是只是 你是主 你是主 我是你的仆人 这里说 王带我进入了 什么 内室 阿们 所以他愿意 渴望进入 这样子的 合一的关系 然后在 在这个内室的里面 在这个同在的里面 他从他看见 他自己 然后会 因着这个合一 开始去看见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王 好 我们来看 第一章的 五到七节 耶路撒冷的 中女子 我虽然黑 却是秀美 这里看见了吗 我虽然黑 却是秀美 这时候就是 我进入 这样的渴慕 可是我所看的 还是都是我自己 我虽然黑 却是秀美 这是我被圣灵充满之后 我最常讲的 因为我心中那样的渴慕 可是每一次 我都看见我自己 因为我还在那种 比较的里面 我还没有进入到 这个完全 把这种的 secure的里面 在这个关系的里面 所以我看见的是 我虽然黑 却是秀美 所以我就一直 不断的还是 看见我自己 好 第六节 不要因日头 把我晒黑了 就轻看我 看见了没 都看见的是谁 我 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 我自己的葡萄园 却没有看守 所以在这里 开头的时候 他看见的 都还是他自己 在神的同在 因为已经进入内室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记得 所以在他的同在的里面 他不是看见主 而是看见他自己 所以就像以赛亚一样 他说我是 嘴唇不截的 住在嘴唇不截的人的当中 你这样明白了吗 所以当你进入到 神的同在 第一个 你一定会看见 哦主啊 我是不配的 我虽然黑 然后日头也把我晒黑 然后一直不断的讲 千万不要轻看我 来第七节 我心所爱的 求你告诉我 你在何处放羊 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 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这时候所有的一切 你就是只有单单的 想与他同在 我根本不在意 我有什么样的责任 可是因着这个合一 他开始去看见的 不再看见他自己 他的眼目开始被调整 去看见 你是我的王 你是我的主 阿们 好第十二节 一章的十二节 王正作息的时候 我的拿达香膏 发出了香味 所以在这里 你看见了 他从他自己 开始去看见他的王 看见他的主了 这里为什么要称王 王代表着 就是他的掌权 阿们 所以也就是 我是属于 这个王的 我的生命 是由他来掌管的 阿们 可是如果你有 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因着这个渴慕 他不知觉的当中 他开始竹起了城堡 你其实往第二章读的话 你就看见了 因为在那里 他的良人来跟他 发出这个呼召 说与我同去 可是他却拒绝了 有没有 在这里第二章的 第九节 在这里说到窗户 窗龄 所以这代表着 墙后 他站在墙壁后面 所以代表着 在这样子的里面 很容易我们会形成一个 不自觉的 就是什么 把主关在 这个城堡的里面 你这样听起来 有没有像 过去的教会呢 我们把神就包在 这个四围的城墙的里面 我们没有让 这个复活的生命 从这个里面 给冲出去 能够成为 这个复活的 见证 在众人的面 教会的 耶稣基督 就在这四面的 城墙的里面 而没有成为 世界的见证 所以这个 是基督 成行的开始 就是你从粉丝 变成了 跟随者 然后又进入到 成为信徒 然后又成为了 主的门徒 然后在这个 门徒的里面 你渴望跟他 进入这个 合一的关系 可是在这个 神同在的里面 你看见的 都是你自己 然后从这一个 慢慢的开始 去成行 去看见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王 然后我愿意 分别我自己 单单的 归给你 然后你在 我的生命中 来掌权 可是却在 不知觉的当中 我们把我们的主 关在这个 四面的 城堡的里面 我们没有能够 让这个 复活的生命 从我们的里面 去流出去 我们根本不在意 外面发生了 什么事 我在意的乃是 你跟我在 这个城墙的里面 的合而为一 所以再来 就必须要经历 第二个死亡 第一次的死亡 是受洗 归入耶稣基督的 名下 是从基督的 复活开始 第二次的死亡 就是你 必须背起 十字架 你必须经历 十字架的工作 就像耶稣基督 他最后也要经历 这个十字架的死亡 好叫这个 复活的生命 可以从他 这个 这个 必朽坏的身体 的里面 被释放出来 阿们 所以 复活的生命 一定是经过死亡 才有办法 被释放出来 所以跟你旁边说 你要经历死亡 你要经历死亡 好 启示录一章十八节 主神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欧米格 是习在 今在以后 永在的全能神 十八啦 不是第八 你看见了吗 又是那存活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了吗 你没有经过这个死 你就没有办法 像耶稣基督说 我曾死过 如今又活了 阿们 然后这里说 是活到永永远远的 阿们 所以经历过第二次的死亡 透过这个十字架的死在我生命的当中 复活的生命就能够透过这个死被释放出来 阿们 所以牧师之前有跟弟兄姐妹是上个礼拜我上次信息分享的时候 我不是说感谢神 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圣 让我们身上常带着基督的死好 叫耶稣基督的活 能够在众人的当中来被显明出来 阿们 所以这第二次的死亡 之前我有分享 我应该没有在我们的教会分享 OK 就是要进入水深之处 进入到水深之处 水深之处 也就是你的生命要经历这个十字架的对付 这个十字架的死亡 要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被显明出来 也就是你是认识十字架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雅歌 刚刚我们要把手指放在雅歌里面 OK 因为刚刚我们讲的 牧师讲的第一个 是经历第一次的死亡 就是你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然后基督要成行在你的里面 然后第二次的死亡 就是十字架 也就是你必须要进入到这个水深之处 这个水深之处代表着这个十字架的死亡 在你的身上是有 是明显被看见的 好 雅歌的第二章的 第十到十四节 我看一下 那应该是从第十节 我留人对我说 我的家我的美人 起来与我同去 好 再来第十一节 因为冬天以往 雨水止住过去了 冬天 然后这里说雨水 这是什么意思 冬天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死亡 代表着一切都在那个冰霜雪地的里面 是吗 还有雨水 所以也就是在这里 当主跟你发出呼召 与我同去的时候 你的生命已经经历过冬天 也经历过雨水 所以你的生命是经过对付了 也认识到十字架的功课了 你的生命经历过冬天 经历过雨水了 阿门 阿门 所以经历过冬天 跟雨水的生命 你就会发现 在这个水深之处 你所发出来的声音 是截然不一样的 好 我们直接就 没有办法带弟兄姐妹进去看 第十四节 我的鸭子 你在磐石穴中 在 抖延的隐秘处 这什么意思 所以也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在你的身上 你现在知道 你是藏在这个磐石穴中了 阿门 所以当你经过这个十字架的功课 这个十字架的死亡 你经过了冬天 经过了雨水 你已经知道 你是藏在这个磐石穴中了 然后你是在这个陡密的隐秘处了 一听到这个隐秘处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就被住在全能者的 在十篇九十一篇 阿门 所以经过十字架 对付的你的生命 这时候 一定是住在这个磐石穴中 一定是在这个神的隐秘处的里面 所以这时候 你发出来的声音是 柔和 然后你的面貌是 秀美 阿门 你这样明白了吗 当你经过十字架的功课 十字架的死亡 主称 主在这里说 你的声音柔和 你的面貌秀美 但是 当你的良人 对你发出这样子的呼召 你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就像我刚刚这里 等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章的第四节 我盼望我们回去的时候 回去再好好地去读 好 OK 没有 我们先跳到第二章的 第十七节 应该是从十六节 他说 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 他在百合花中 木放群羊 我的良人 求你等到天起凉风 日影飞去的时候 你要转回 你看见了吗 因为当他说 与我同去 可是我刚刚牧师有讲了 我们不知不觉 我们足起了这四面的城墙 当我的良人说 妹子与我同去 我们想都没有想说 哎呀 主啊 我就留在这里 与你相交 不是很好吗 我们所想的就是什么 与主这个亲密的关系 就好了 所以第三章的第四节 我刚离开他们 就遇见我所心爱的 我拉住他 不容他走 领他入我母家 到怀我者的内室 你看见了吗 当主说 妹子与我同去 然后我们就讲说 求你等到天起凉风的时候吧 你这样看见了吗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 这个水深之处的时候 很容易陷入的就是 哦 主啊 我愿意得着的 就单单只是你而已 所以我们将他拉住 不容他走 而且将他领 领他进入我的母家 到怀我者的内室的里面 你看见了吗 在这个水深之处 我们对主已经有相当的认识了 来我们看到三章的六到十一节 三章的六到十一节 在这里 我们对主有相当的认识了 那从旷野上来 形状如烟柱 以墨药和乳香 并伤人各样香 香粉熏的是谁呢 好 从第七节开始 看哪是所罗门的脚 四围有六十个勇士 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 牧师不带我们继续读你 但是你可以继续读下去 在这里代表着这一个妹子 对这个良人有不一样的认识了 阿们 她不是只是在一开始那里 哦 愿你吸引我 我就快跑来跟随 她也不是只是说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王 在这里她已经看见 认识她是谁了 可是她却没有能够看见 在主的 在神的眼中的我们 到底是什么样子了 她不知道她在这个神 同在的当中 她已经转变了 那神怎么看我们 我们的王 我们的主 是怎么看我们的第四章 一到七节 麻烦你们回去自己看 我读第一节 我的家偶 你甚美丽 你甚美丽 你的眼在帕子内 好像鸽子眼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 群 群卧在激烈山旁 一到七节你回去读 神说神眼中的 这一个妹子 已经进入到 不一样的转变的里面 也就是在这个水深之处 神真正对我们的心意 是要我们 彰显出这个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阿们 这个我没有在 我们的教会传讲过 这是在荣耀会目 也就是 进入到水深之处 整个的目的是 要我们经历这个转变 然后能够成为 道成肉身在众人的面前 所以 就像雅各 在这里 四章的一到七节 神眼中的妹子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可是这个妹子 却还没有能够去看见 所以进入到 第四章的第八节 刚刚我说了 一开始 第二章的第十节 在这里 良人第一次 发出的邀约 可是她想都没有想 就拒绝了 因为她心中 可目的 就只有你跟我而已 然后在第四章的 第八节 在这里 良人又再一次的 发出这个邀约 好 我的心腹 求你与我一同 离开 离巴嫩 与我一同离开 离巴嫩 从亚马拿顶 从士尼尔 与黑门顶 从有狮子的洞 从有豹子的山 往下观看 阿们 牧师不带弟兄姐妹 进去看 狮子 抱子的山 但是这里 我要让弟兄姐妹 去看见当主 再一次的 发出这个邀约 的时候 你看这一次 心腹是如何 来做回答的 第四章的 十到十五节 在这个时候 她的所有 她的生命的里面 一切都发出 这个心香之气了 这里说 你的爱情比酒更美 你的高油香气 胜过一切的香品 对不起 主再一次邀约 这时候的心腹 她已经是什么 她的爱情比酒更美 她的高油香气 已经胜过一切 就十到十五节 这里有讲到 许多的描写 她说 她是关锁的圆 禁闭的井 封闭的泉源 也就是 她有这个 水深之处的经历 所以她向着 这个世界 是关闭的 但是她这个泉源 是一直不断的 涌流出来的 乃是因为 因为在这一个 跟她的王 和尔唯一的里面 然后再来 你就看见 这里说 对她的 她说 你是 第十五节 你是园中的泉 活水的井 从黎巴嫩 流下来的 溪水 所以你看见了吗 你这时候的生命 已经可以成为 众人的供应 你经历过十字架的死亡 你在跟主的 这个同在的里面 进入 在这个合一的里面 你已经被转变了 你已经 完完全全的 成为 这个什么 就像这里所描写 你是 你是 关锁的园 禁闭的井 封闭的泉源 你的园子的里面 满了 各样的 这样子的 各样的树 各样的 美物 所以在这样的时刻 主再一次的 邀约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个 心腹的回答 好 16节 4章16节 一直到 5章的 第一节 北风啊 兴起 南风啊 吹来 吹在我的园内 使其中的香气 发出来 愿我良人 进入自己的园里 吃他 加美的果子 也就是 不只是 我的良人 可以吃 这个果子 这时候 这一个 妹子 已经完全能 体贴 我主的心意了 她不是 只是听见 这一个 这个说 妹子 与我同去而已 她能够 从这一个 声音的里面 去听见 主的心 到底是什么了 所以就像 第五章的 第一节 我的妹子 我的心腹 我敬了 我的园中 采了 我的末药 和香料 吃了 我的 秘房 和蜂蜜 喝了 我的酒 和奶 我的朋友们 请吃 我所亲爱的 请喝 且多多的喝 阿们 你看见了吗 所以当你 进入到 这样子的阶段 这道成肉身的 耶稣基督 神期待 你是这样的 彰显了 所以当我们 经历这样子的 十字架的死亡 然后进入到 这个合一的里面 经历这个 转变的大能 你进入到 这个合一的里面 你不是只是 听见主呼召 你那外面的声音 你能够听见 他没有 他这个声音里面 没有说的心意 在这样真实的 合一的里面 你对人才能够 有真实的 怜悯的心 阿们 所以耶稣 动了慈心 这个动了慈心 不是只是 在同理心而已 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同理心 就是说 我试着 穿你的鞋子 可是当这里 真正的 合一之后 这个道成肉身的 耶稣 在你的里面 你心中所产生的 不再只是 同理心 而是真正的 你能够进入到 这个怜悯 跟慈心的里面 你才能够 向耶稣基督 看见这一个 麻风病的病人 他来求主 医治他的时候 他明明可以 发出一句话 叫他得医治 可是耶稣 却去触摸他 因为他真正的 不是只是 同理心 他动了慈心 阿们 所以这次的 死里复活 从一开始 第一次的死 就是受洗 归入耶稣基督的 名上 然后进入到 第二次的死 也就是十字架的 死亡 要在你的身上 是明显的 可是这个 十字架的死亡 是要帮助你 能够进入到 这个生命 转换的里面 也就是你 与神的 合而为一的里面 使你能够 真正的 去体贴 神的心意 而不是只是 外面听见的 声音 阿们 到这里 我们可以吗 没有人反应 听得明白吗 有一点点难 我的 我才讲第一个 第二个 We're only finally on to point number two 五七八四 五七八四 就是再次经历死亡 再次经历死亡 再次经历复活 我的听问是什么 再次 经历再次的复活 好 第二个 叫做标记疆界 就是 Mark Mark your territory OK OK 就是将界 你的 territory 阿们 所以你 这个将在 五七八四 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 第五章的 第六章 第六章的 第四节 我们还在 雅各 OK 第四节 我的家偶啊 你美丽如德撒 秀美如耶路撒冷 威武如展开 旌旗的军队 Oh my love You're beautiful as Tierza Lovely as Jerusalem Awesome as an army with banners 所以军队都有什么 Army has what 都有它的旌旗 Banners 阿们 旌旗代表着 Banners means 你是属于 You belong 哪一个队伍的 不是吗 Amen 所以 五七八四 很重要的 叫做 标记 将界 Amen 这个 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看见 当我在预备 神奥秘的启示 然后我看见了 当神 叫以色列的百姓 他将这个摩西的 会幕 赐给他们的时候 其实会幕 就是神 在他的百姓的当中 设 不叫什么 就画出这个界限 这样明白吗 你明白吗 因为你是一个国家的话 国家很重要的 就是什么 你的疆界在哪里 所以摩西的会幕 就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界限 也就是在这个界限的里面 神是他们的遮盖 是他们的保护 Amen 所以 耶稣基督 也就是神的帐幕 神与人同在 所以在新约的你 跟我的界限在哪里 我们的疆界在哪里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Amen Amen 所以 我很多没有讲 但是你要能够 越过我没讲的 去看见 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的疆界 我们的界限 Amen 所以第一个 这个标记疆界 不是You are 就是Mark Territory Mark the Territory OK 这一个标记 非常重要 第一个 要找回这个地界 我们来讲 真言第二十二章二十八节 你就会知道 我在讲什么东西 第一个 找回你的地界 好 你先祖所立的地界 你不可挪移 再读一遍 你先祖所立的地界 你不可挪移 Amen 好 二十三章的第十节 2310 不可挪移 古时的地界 也不可侵入 孤儿的田地 Amen 不可挪移 古时的地界 在5783年 我看见 当时我不明白 所以我并没有传讲 5783 我看见 这个地界 是很低的木桩 我不知道你们听了懂吗 就像那个 OK 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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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这个木桩 再低 这一条界线 是非常重要的 Amen 所以我刚刚说了 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这个界线 不论你看得见 看不见 这个界线 将会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个界线 代表着你是被分别的 Amen 你是与外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你的生命的当中 5784将是非常重要 就是要找回 这个古时的地界 不论这个地界 在怎么 这个木桩 在怎么低 你在这个地界的里面 你是属神的 你是被分别的 Amen Amen Dr. Rennie 之前 有在 Infinity Center 做了一个教导 Dr. Rennie 他说教会 有很多的地界 已经都失去了 就是 古时的地界 有很多都已经 失去了 所以使得基督徒 教会跟世上 并没有两样了 所以这时候 是找回 这个地界的时刻 Amen 不是我们自己 去画地 而是 去找回 这个属神的 这个看不见的界线 到底在哪里 很多的人 就说 基督徒很可怜 因为我们有 很多的限制 神给我们 这些的地界 不是要限制我们 而是要让我们 真实的得到自由 Amen Amen 因为只有真理 能够叫我们 得到自由 Amen 所以要再一次 回到耶稣基督的 这个地界的里面 Amen 好 第二个 Number two 江界 Territory 代表着领土 就是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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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这个 Mark 如果你知道的话 每一个国家 都有属于 他自己的 Boundary 界限 这代表着 这代表着 是属于 谁的领土 然后是 谁的管辖 的范围 也就是 谁是 这个地方的 主人 谁是 这个地方的 掌权者 Amen 所以当神 在我们的 思维 设立 这个 篱笆 的时候 我刚刚 一直不断的 讲 也就是 神 是我们的 保护者 然后我们 是属于 他的 子民 他是我们 唯一 效忠 跟敬拜 的对象 然后也是 我们的 冠冕 能够 放在 他的 脚前 Amen 所以昨天 我领受到的 就像 但以理 尼布 贾尼撒 说声音 发出来的时候 他们要 福福来 敬拜 尼布 贾尼撒 的 金像 可是 是但以理 然后这里 讲的是 他三个朋友 他的三个朋友 说 我不会 向你的 金像 来下拜 因为 我的冠冕 只能够 献的 乃是 我的神 而已 我只能够 服服 敬拜 的是 我的神 而已 因为 我是 属于 他的 Amen 所以 这个 界线 这个 mark 这个 landmark 在你的 生命 将会被 五七八四 很清楚的 被挑战 就是 你到底是 属谁的 是谁 掌管 在你 生命的 当中 神 神 所给你的 这个 领域 你 所得着的 冠冕 你到底 是 献给谁 的 阿们 所以 对牧师 来说 这即将 成为 很大 很重要的 一件事 因为 神在 宣告 出来 这是 属于 他的 国家 这个 国 指的 不是 美国 而是 神的 种子 所聚集的 地方 所以 在你的 身上 耶稣基督的 这一个 线 是明显的 这个 篱笆 在你的 身上 是明显的 因为 你是 属于 他 所 掌权的 阿们 阿们 牧师 真的 相信 5784年 开始 将会 有 这样子 的 声音 被 吹起 将会 有 这样的 声音 被 响起 将会 有 这个 声音 被 响起 你要 能够 分别 是 你一部 贾尼撒 要你去 服服 敬拜 他的 金像 还是 这位 永生 神 从天上 发出 敬拜 的 声音 所以 当你 听见 这个 声音 你 分别了 这个 声音 这是从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的声音 我听见这个声音 我将我的冠冕摆在他的脚前 当敬拜的声音一响起 神的众子们 每一位都将他的冠冕摆在主的脚前 五七八四年开始 是献出这个冠冕的时刻 是这个合一前行的时刻 阿们 好 牧师不带我们进去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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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我们要去 寻访古道 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 耶利米六章十六节 耶利米六章十六节 因为 阿们 所以你要看见这个善道 你就要行在其间 然后在这个道上 你就能够得着安息 你不怕被搅动 也不怕被侵扰 就算这个铺天盖地而来的敌人 你也不怕遭害 为什么 因为神要叫你四敬平安 四敬平安 就是在这个territory的里面 神要叫你得着平安 阿们 阿们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先要有这一个 四为的界限 然后你在这中间 去寻访这个古道 然后当你走在这个善道的时候 你就能够得着安息 你不怕遭害 你能够像大卫所说的 因为他的肝 他的杖都安慰我 阿们 阿们 所以在这里 你已经找到了你自己 你找到了你自己 因为这里说 哪里是善道 你便行在其中 也就是这个古道 代表着 就是你要走的方向 代表着是神 所给你的蓝图 所以你不再 看不见你自己是谁 你不再看不见你是谁 然后你一直看的都是别人 阿Mindy怎么走在那里 我也应该走 看看她的路 可不可以好 而是找到了 你自己的路径 阿们 你是政治家 就走在政治家的路上 你是创业家 你就走在这个创业家的路上 你是科学家 就走在这个科学家的路上 所以你要去找到 你要去找到 而不是一直去羡慕别人 阿们 这将会在五七八四年 被很清楚的挑战 也就是你是否真的 已经找到这条路 然后你能够走在上面 但是牧师不带这个部分 我要带弟兄姐妹进入的 五七八四 一定要建立起 我想我们的教会 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温柔的财务的疆界 温柔的财务的疆界 温柔的 我忘记 那个Pastor Phillips是怎么 英文怎么讲的 他就说要有温柔的财务的生活的形态 这很重要 刚刚早上 一令太这首诗歌 是刀剑黑暗跟饥荒的时刻 我之前有讲过 只要饥饿 只要饥饿 你知道 所有的人就会下到埃及 去买粮食 只要饥饿 你就一定会下到埃及 去买粮 即便我们宣告 经济萧条 跟我们是无关的 可是经济萧条 之所以跟我们无关 乃是因为 我们有足够的预备 阿们 我们的教会 比其他的人 更没有任何的 因为我们一直 不断的被教导 不是因为神祝福我 所以我就大笔大笔的 把钱都花掉 我们过去一直讲的 什么叫做温柔 我可以过这一个 奢侈的生活 可是我却愿意选择 过这个温柔的财物 阿们 阿们 这将会 你现在所预备的 即将在这七年的里面 被调证 被见证 我们期待约瑟兴起 可是当约瑟兴起 指的是什么 约瑟兴起 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有大饥荒 是因为有大饥荒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教会 没有任何的借口了 我们一直不断的讲的 要学会在 这个财务上 过这个温柔的生活形态 否则相信我 这一次的大饥荒 就算雅各所在的迦南地 都受到了影响 我没有办法 带弟兄姐妹进去看 在创世纪的42章的1到3节 因为这个大饥荒 太大了 所以连雅各所在的地方 都受了极大的影响 但因为雅各是丰富的 所以他不是只是一次 而且是两次的能够进去买粮食 所以为什么神要现在这样子的来祝福你 是为了要预备这个饥荒的来临 可是最怕的是因为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教导 所以我们就把这七年的 这个丰收全部吃光了 所以当这个饥荒一临到的时候 我们要下去买粮 我们没有了 因为这个饥荒甚大 你看见埃及的百姓 他们钱花完了 然后他们还要卖他们的土地 你看见了吗 可是雅各家 却不是如此 因为过去神是使他这样子的昌盛 阿们 所以神使你昌盛 是为了之后的饥荒 不要想的只有你自己 你要想的我能成为这个约瑟的粮仓 来成为神的家 神的国的供应 阿们 不要只想到你自己 主祝福我 是因为我能够来祝福你的国 阿们 当这个饥荒临到的时候 神你的家是有粮的 阿们 还有再来 快结束了 OK 再来就是要随身带着钱囊 来路加福音22章35到38 5、7、8、4年开始 要随时带着 身上要带着钱囊 always carry your money bag 35 之前耶稣叫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 叫他们怎样 他说不用带钱囊 也没有口袋 是吗 现在出去的时候 第36节 但如今 但如今 有钱囊的可以带着 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 没有刀的要卖衣服 不买刀 he who has a money bag let him take it and likewise a knapsack and he who has no sword let him sell his garments and buy one 我看见 5、7、8、4年开始 要随身 携带着钱囊 carry your money bag with you all the time 也就是要有 足够的财务 经济的支持 you have to have sufficient financial support 否则 本来神所连结的 你跟了非常重要的人物 用餐 you eat with important people 你却因为 没有带着钱囊 而失掉这个 祝福的机会 but because you didn't bring your money bag so you lost the opportunity of blessing the chance of blessing 记得5、7、8、4年 要随时带着钱囊 carry your money bag 否则的话 有可能因着 你没有带这个钱囊 而失去 这个蒙福的机会 armen 就像这个 5个愚拙的童女 他们的确 可以去买油 可是当他们 回来的时候 新郎早已经来了 然后门也关了 这样看见了吗 所以跟你旁边的说 你要随时带着钱囊 阿门 要带着钱囊 阿门 好 还有5、7、8、4年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会有很多的门 在你的前头 好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的 十章的十六节 马太福音的十章的十六节 我猜你们去 如同羊进入狼群 所以你们要 灵巧向蛇 寻粮如歌 我5、7、8、3有讲 羊进入狼群 会被狼吃掉 所以你一定是 披着狼的皮 所以你是 披着狼皮的羊 进入到狼群的里面 要灵巧向蛇 寻粮像鸽子 也就是在你的 生命的里面 5、7、8、4年开始 将会有许多的门 在你的前面来出现 每一个门的后面 都是一条路 然后每一个 你的决定 都将会带来 后面所要承担的后果 这样明白吗 我听好了 5、7、8、4年 将会有许多的门 在你的面前 然后这个门的后面 都有一条路 然后你的决定 将影响到的 是你后面 所要承担的结果 阿们 所以刚刚我说 要带着钱囊 也就是之前 耶稣说 你不用带着钱囊 可是这时候 他说 你要带着钱囊 这代表着 现在是在 不同的时候 跟季节了 那带着钱囊 代表 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有启示 你需要有启示 因为将要有 不同的声音 只向不一样的门 所以你要能够 在这样子的里面 学会去分辨 这个是牧师之后 会带弟兄姐妹 再来学习的 但是我要弟兄姐妹 看见 过去你是 披着羊皮 在狼群的当中 不是 你是 在羊群的当中 可是你就被吃掉了 可是现在 是不同的季节 所以你要披着狼皮 就像彼得 过去 过去他跟着 耶稣基督 他是一个 非常具有 热情 不是热情 就是非常的 怎么讲 他是那种 耶稣只要 他只要有什么 他就很快的 会反应的 所以当他看见 人家要来抓 耶稣的时候 他看见的是什么 他立刻拿起刀来 就把人家的耳朵 给削下来了 结果耶稣跟他说 收刀入鞘 你这样子看见了吗 也就是在不同的季节 彼得没有看见 耶稣基督 在克西玛尼园 他已经得胜了 这个十字架 他仍旧拿着他的刀 他要防卫耶稣 可是耶稣 却已经得胜了 耶稣告诉他 不是用着 你所看见的刀 而是 而是死 要胜过 这个死亡的权势 你这样明白 牧师所说的吗 所以你要进入 这个启示 过去不需要 可是现在要带着钱囊 那什么叫做要带着刀 可是很明显的耶稣 又已经得胜了 那我带着刀 代表着又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要进入 这样的启示的里面 阿们 因为将有许多的门 在我们的面前 然后在这个门的面前 都有不同的人 站在那里 我之后再带弟兄姐妹来看 明天下个礼拜吧 下个礼拜 有不同的人 我刚刚讲了 每一个门代表着 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因为后面都代表着一条路 这一条路 有可能可以使你 进入这个加速度的里面 或者这个门一打开 你反而回去二三十年以前 所以下个星期 将会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五七八四年 要有足够的预备 要有足够的预备 因为我看见 本来你以为 只要一小段时间 就像那五个 十个童女 他们认为 新郎很快就来了 结果没有想到 他延迟了 结果这个延迟 反而使得五个 这个愚拙的 不能够进入到 这个门的里面 所以要有足够的预备 因为原本真的 只要一小段的时间 可是我看见 五七八四年开始 将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抵达 就像雅各 他并不知道 这个饥荒有多久 可是他却有足够的预备 却有足够的预备 阿们 牧师盼望我们能够听明白 我所说的 然后我想我们再去听的时候 能够进入这个默想的里面 下个星期 我要带弟兄姐妹来看见这个门 然后这个门就像我刚刚说的 将会决定 你是立即就到达 或者你会倒退二三十年 所以将是很重要的分辨的时刻 但是今天的重点 就是你需要先经历前面的死亡 当你经历了这个死亡 耶稣基督的这个界限 在你的身上会是明显的 不是看得见的 而是看不见的 在这个界限的里面 你才能够经历到真实的自由 然后在这个真实的自由的里面 你才能够开始经历到 五七八四年的展开 五七八四年 五七八四年 将会挑战你过去所预备的 到底是什么 你过去是蒙神祝福的 你在这一个饥荒的里面 你即将会成为约瑟的粮仓 成为许多人的供应 然后在这里面 你即将要被挑战的 就是本来是短短的距离 但是现在要很久才会到达 所以有许多的门 会在你的面前来打开 你要做出你生命的决定 这个决定将决定 你是倒退二三十年 还是你立即就进入 这个转换的里面 阿们 感谢